歡迎回來重關新在地的蘭豆新聞 今天就第三項社区的設計間結尾由 富豬社区丹麗名行的社区 結合中間三種社僚社区 推動於社区維基礎的法律博物 救出提醒社区疾病的福祉健康 強化六四年少的教育品質 有著展現幾年的合適新科 社区是在北基盤新科店 除了有社区中部的大來的精彩表演 也有種各位做整台的電視 我們社区在100公斤前生的事 從年開始什麼都沒有 在第二年就有福就來幫我們住 慢慢幫我們輔導 讓我們慢慢走出正軌 所以說富豬社区 由我們母親一種精神帶領小區 讓我們慢慢成長 我們小區間計畫 是在以社療地區為主的幾個社區 我們今年的小區間連續往年 帶了中央社療跟三重 三個社區連我們副作總共四個 那當然是面向方面是盡量的創新啦 包括我們的共生社區 我們也做了很多水電維修的教導 第三點富豬社区 在今年我們到館社区平均當中 在這間建築多餘館 營出館父長安排由富豬社区 來斷領到另外三個社区 希望頭過家沒有帶緊緊緊的方式 來團身社区發展經驗 今天呢是我們的社療市裡的 一個小旗艦的成果一個發表會 那是由我們的母雞 就是我們的金牌母雞 富豬社區來帶領 帶領了社療市裡的這四個社區 那期待呢他們能夠在富豬社區的 這個金牌社區的帶領之下呢 能夠來成長 那也能夠更茁壯 廣虎表示 明年的小旗艦各位 將會增加一個社区 和國際第三點的社区 可以到處中央還有二次的服務 因為我們明年度有要求 那個旗艦計劃 除了一個主辦社區 還要帶四個社區 所以明年還會增加中期社區 讓培植更多社區 來投入那個我們的福利服務發展 然後照顧我們的老人家 還有耳朵服務 透過雞毛帶今天的方式 希望未來可以斷領 訂來還有各個社區 來參與社區的結尾 好過方面的發展 可以更加急轉 繼續請請蔡宏伯德